衛生局緊急到廠傾銷 因為加煉疫新北樹林廠群聚在擴大 這名指標個案案19430市民外籍移工 CT值只有14.2 他確診後緊急擴大匡列 又發現另外14人也被驗出陽性 包含13名移工 還有一名本土個案家住桃園 是不是因為有跨廠區支援 導致染疫還在釐清中 那2月7號到2月8號 那有來支援桃科場 那支援的這個員工 都是台籍的工程師 這個部分 那麼我們正在進行進一步的疫調 我們會在最短的時間內 把這個四百六十位全部都篩檢一輪 一夜之間再報移工大規模群聚 就怕變成桃園亞續電子翻版 新北市啟動應變措施 包含全廠區擴大裁檢 全面停工清銷 員工必須持陰性證明才能復工 現在所有的外籍移工基本上都已經直接隔離 十五個案例 我們也覺得這個案子也必須要重視 相關的個案 他需要匡列隔離者 可以送到集中檢疫所來 也緊急公布確診移工足跡 包含2月3號曾到過美式賣場新裝店 2月6號到訪樹林文化街的自住洗衣店 彩券行和火鍋店 那到好市多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已經在在他的去的那一段時間 有發出了兩千名六十三個簡訊 加聯藝樹林廠一夕之間暴增十五人染疫 從指揮中心到新北市府 都高度關注要全力合作 圍堵疫情 進行我們黃宣芳 薄鋒 採訪報導